她說蘇師傅是女性 181年8月25日 一個時間出生 所以師傅說她要… 到了40多歲才會跟老公生離死別 是真的嗎 通常這些我都不相信 記住,算命是算的,趨勢而已 趨勢… 趨勢是甚麼意思 我為何剛才說 古道沒有離婚,現在又離婚 因為我們看八字有夫妻公相聰 夫妻公相聰或大運相聰 其實有離婚機會 古道沒有離婚 那些相聰可能吵架或疾病 所以夫妻公相聰是吵架 分手或少見面疾病 不一定看見生離死別 既然她問過,我們就起她八字看看 好… 她的八字是熟墨的 粵是木,甲粵是木 丙丁是火,墓是土 更生是金,任貴是水 甲粵是火,身是金 原來女人是金黑木 我為米黑,我者為夫 她這個是金,這個是金 這個是金 第一個處女代表 25歲前容易有姻緣 第二個是25至27歲容易有姻緣 代表稍早結婚 這位跟這位打架 有姻緣,連月相迎 代表容易自小離家家比較混亂 30歲前認識誰都覺得不合格 即使有問題也好 是30歲前的問題 還有她的時辰,她的時辰還是合格 時辰是看子女和夫妻感情的 所以子女感情不錯 夫妻感情不錯 她45歲就開始行20年木運 她八字秋天出生都是要木火的 我們看看離婚,怎麼看呢 有否黑夫,有否夫妻公相聰 這個害,如果跟夫妻的事 一是自害雙聰 一個是身害雙村 一個是害害自刑 遇到這三個字 才代表容易婚姻有問題 她一個害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人字人同害是合格的 某同害是合格的 除非當她某有衝到 她要衝夫妻都是55至65的事 45至55 這10年完全沒有事 不僅沒有事 還是夫妻公相合感情特別好 而且自己開始行運 所以她那個人可能真的… 對 隨口說 還說心離死別,誇張得 如果你說看八字 稍稍少的跡象都看不出來 那看看她的獎,好嗎 好 我們看獎,她問到感情或婚姻 你知道就不是婚姻線 但婚姻線是可以看的 又畫給你看 婚姻線不是看婚姻的,是嗎 是感情,是幾次有重的感情 婚姻線也有機會看到 會生離死別 譬如整個婚姻線 下垂插下來 她生離死別的機會很大 或者婚姻線 這樣線尾開叉 有機會分後各居異地或意見不合 是 又或者很早斷了 亦有分開的機會 我多數不看婚姻線 我多數看感情線 是 古代的書沒有教的 我看了這麼多年經驗 我發現感情線看婚姻 比婚姻線準確很多 因為感情線正確稱為心線 心線正確明稱 這條叫心線 這條叫腦線 糟了,這條叫甚麼線 心靈線 心靈線 心靈線有另一個名字嗎 不記得了,應該是心靈線 對 原來心線真的是一條心 心線斷了,即是心碎 心碎是失戀的記號 所以發現感情線中間有缺口 分手機會大得很厲害 這條缺口幸好 因為感情線 這條叫合格的長度 如果這個缺口 萬一真的分開,有機會就很老了 有機會是四十五、五十之後 但希望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本身沒有分開的線 也頗長的 所以其實分手的機會也不太大 剛才綜合了八字 機會就減少了很多,對吧 對 而且它好像說到生離死別 對吧 對… 其實我們看上去 通常女人兩拳很高、很大 或者有很多雀斑 才有機會老公身體不要過身 這個情況 直接看到婚姻四十五之後 有生離死別的機會不太大 因為剛才看八字說了 四十五轉大 因為一生人最混亂的時候 對 容易感情變化、住屋變化、事業變化 不過沒有顯示 她一定要生離死別 對,不用那麼擔心 八字顯示她的性命也不錯 挺好 四十五之後二十年運 沒有人